因犯受贿罪,利用影响受贿罪,非法持有枪支罪及重婚罪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邹万一 于2023年4月,被内蒙古巴燕奥尔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 近日,内蒙古高院下达二审裁定书,维持原判 邹万一一案,因牵扯原包商银行董事长李珍熙 原行长王惠平,两人均立案处理等,故备受关注 一审起诉书显示,2008年至2016年 邹万一利用其职务便利,或利用职务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自己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在职务提拔等方面提供帮助 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,共计2200万元 其中,邹万一索取或非法收受原包商银行董事长李珍熙 2178万元人民帝,值得注意的是 起诉书显示,2014年至2016年 邹万一还以帮助李珍熙,谋取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为由 分六次向李珍熙,索要1150万元 此外,检方指控,邹万一利用其影响力 收受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行长高居领7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,检方还曾指控 邹万一对原包商银行行长王慧平 敲诈勒索1320万元 包商银行这家曾经的明星银行 在制造了2200多亿元不良资产后 于2020年进入破产程序 据财新网报道,2019年 李珍熙就被要求协助调查 王慧平则主动投案